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道至今和他搭戏的基本上都是年纪远小于他的男演员 所以他身上也被贴上了小鲜肉收割机的标签 天生动员的谭松益先后参与拍摄了多部青春剧 和刘浩然 宋威龙 张欣诚等小鲜肉强强联手 参演了一步步看尽十足的影视作品 在《已嫁人之名》当中 30岁的谭松益居然扮演16岁的高中生 很难让人想象 关键人家将高中生演得活灵活现 看到谭松益在剧中的表现 你会忘记他的真实年纪 以为他就是高中生 可见他的演技有多么的精湛 不然怎么骗得过这么多的观众呢 和刘浩然一起合作最好的我们时 谭松益扮演的也是高中生 留着娃娃头的谭松益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很有特点 演出了高中生特有的灵气 因为在这部剧中的出色表演 也让谭松益一炮而红 此后编约不断 演艺之路发展的顺风顺水 虽然娱乐圈当中有不少的动力女神 不过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像谭松益一样幸运 到了30岁还可以出演高中生的 和他当当的不少男演员呢 都要比他小了好多岁 就拿宋薇龙而言 两人可是瞎差了整整9岁 然而在剧中 宋薇龙却在扮演谭松益的哥哥 两人在一起谈恋爱啊 根本不会被看得出来是姐弟脸 突然看到谭松益新戏搭档的男演员 已经46岁了 大家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是无法接受 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谭松益已经是小鲜肉收割机的女人人代表了 现在他突然不和小鲜肉搭档 难道是口味变了吗 在新剧《井心思域》当中呢 由于男女主有着16岁的年龄差 所以如果找个小鲜肉来视野男主 只会让观众不停的跳戏 可见这部剧在选角上 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由46岁的钟翰良视野男主恰恰的合适 从海报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 两人的CP感满满 不管是和小鲜肉合作 还是和钟翰良这样演戏经历丰富 不算年轻的男艺人合作 谭松益都能够和他们找出CP感 在剧目当中呢 谭松益饰演的女主罗诗姨娘 将为和钟翰良饰演的男主徐定仪 上演甜蜜的爱恋 很多80后90后都是一路看着钟翰良的剧长大的 而现在我们也已经长大了 然而男神还是一如同往日一般年轻 钟翰良的演技自然没话说 当年他在来不及说我爱你中的精彩表演 让无数观众记住了他 也被他凄美的爱情过时所感染 不论是古装扮相还是现代角色 钟翰良都发挥的相当好 这些年呢他也留下了无数精彩的作品 演技同时在线的两人 这次携手合作谨心思域 观看这部剧的名字啊就已经被吸引了 更何况还是有不老男神和动力女神 强强联手演绎的 看电视足 还被播出就已经好评如潮 别看钟翰良已经46岁了 然而剧照当中他的扮相相当的英俊潇洒 温柔帅气 根本看不出来已经有46岁了 和已经30岁的谭松云站在一起啊 两人老夫少妻满满的CP感 丝毫不会让大家有违和感 隔着剧照就觉得他们两人很般配 都羡慕谭松云有着一张娃娃脸 而且少女感十足 不管是和小鲜肉合作 还是和钟翰良合作 都能够有CP感 这是大家羡慕不来的 作为百搭的女演员呢 这一次谭松云和钟翰良携手演绎 老夫少妻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还未播出 就已经激起了大家的观看欲望 看着剧照当中 坦松云和钟翰良站在一起恩爱的画面 也让大家经不住的羡慕 在剧中 两人是半路夫妻 年龄差16岁 然而婚后生活却是恩爱无比 对于徐令仪而言呢 只恨和君相近恨晚 罗世姨娘感谢命运的安排 能够让她在最好的年华 嫁给温润如意 可以给她一个家的男人 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追这部剧了 这还是第一次去看谭松云作为女主 和不是小鲜肉的男演员一起演戏 想必啊 剧情是一定是很精彩的 可看点也会非常多的 感谢观看